這個分是不是都走水瓶的 書類也走水瓶的 紅墊也走水瓶的 為什麼 樹這麼笨 下不去嗎 是因為下面的土壤叫無效土壤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裡的草地 往這邊看 各位往這邊看 有些地方都長不出草 對不對 還有一些地方有沒有青苔 就代表這裡的土壤 第一個含水量很高 第二個這裡的土壤呢 它記得這樣太硬了 於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樹的圈 它必須要有時候呼吸 而且吸水的時候 它只好走水瓶 因為含氧量太低了 所以這個就是含氧量太低造成的 以外 第二個是各位看到 下面有很多磚塊有沒有 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這個瓶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根是不是我們想像的 樹有多高 根有多深 有沒有 完全沒有深 這個不到30公分層 但是樹呢很厲害 各位看它有沒有變成一個毛的形狀 它去抓住 它是拉拔踩 所以它雖然很淺 人家用抓住的 可是這個呢 只要大颱風來 就倒掉了 所以這裡的樹呢 很容易倒的原因 就是它們都淺的 然後它有沒有深層的地方 可以儲存澱粉 沒有 於是呢 這種樹呢 就很容易得病 非常容易得病 所以學校的樹 為什麼容易得病 容易倒掉 容易死掉 容易找不好 完全是土壤 土壤 好 那我們再過來往這邊看 好 好 好